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 尊敬的佩利欣议长 传统议院的议长 尊敬的国务卿蓬佩奥 尊敬的各位台湾乡亲 各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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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这里 我代表中华民主共和党主席 以主席的身份 另外以中华民国台湾省人的身份 在这里做一个严重的声明 声明就是针对目前美国现在出现的疫情 还有台海的局势 以及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 和我对美国2020年 助选特朗普总统联任 和联任以后的美国的建设方针 提出我的以下的观点 和台海战争的一个警告 声明 提醒 告诉 那我坐下来 因为我的眼睛不好 我就坐下来 应一下 尊敬的特朗普总统 我我在这个沃森通尼尔塔尔 已经有一个多月 没有出门了 这是大华府地区最高的楼房 东西南北 近在眼底 这个这个视野开阔 一望无边 路上人际稀少 车推马龙 这个看不见 因为处于丰盛的状态 这就是这是一场战争 这是一场世界大战 我来美国整整13年了 第一次啊 在住在 关在自己家里这么长时间 而且 每一个每一次 去见到那个去下面去取信 见到一个人都要戴上 保持一定的距离戴上口罩 因为这是防止传播这个新冠病毒的需要 我们必须这样做 所有人都应该这样做 因为这是一个科学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政府的命令 我们作为 这个美国的新移民 我们要遵守政府的 法令 这个 这个 格尔斯波尔的还有蒙哥那儿的康吉 他们对我们提出了这样的一个居家令 我们不遵守 我们去违反这个政府的命令 我们这样子就 不具备这个 不是合法的 合法守法的一个公民 所以说呢 特别是 从总统到这个 众议党去 不管是民主党也好 共和党也好 法令就是法令 法令就是 要让老百 要让老百姓遵守 那么总统也好 那个官员也好 政府也好 叫以身作则 只率以正 谁敢不正 所以说我们希望 美国的共和党领导 民主党领导 应该服从 地方的这个 因为你在美国 在这个地方 服从这个大区 遵守 不要破坏 这个政府的命令 如果这样子呢 中央政府 联邦政府 打乱了地方政府的一个 打乱了一个 这个地方政府的政策的话 就会给地方造成混乱 这对美国的 这个国家的团结 One nation indivisible and with liberty and just sit for all 这个是不好的 我们有责任挑战 特朗普总统 挑战 所有违反禁令的 这个官员 和这个民众 我们应该支持 各个联邦 各个州的政府的一个禁令 因为这个符合 符合疫情的发展 也符合这个需要 这是第一个要说出的事实 我作为中华民主 中华民主共和党主席 中国台湾 台湾省二十八时代 在台北东东京出生的 中华民国台湾省人 台湾省人 注意这个省是台湾省 province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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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生有一个理论 我一生有一个理念 就是立心求生 Emerging is true 就是要讲真话 大爱无疆 对于恶意 造谣 中伤 或者是 对待这个 对待自己 招待人 采取 那种 表达恶意 恶意的误解 和甩锅 我从来都 就是最好的 回应 就应该是 堂堂正正 说出事实 讲真话 这就是说 作为 华盛顿人 在美国的最高处 发出 支持特朗普总统 连任2020年 要讲真话 要讲 大国的责任 我们支持特朗普 连任 就是要支持特朗普 要敢讲真话 自己错了 要敢承认错误 承担责任 讲大国的责任 承担总统的责任 这是法律的要求 担当 我们相信特朗普总统 有这样的担当 的气度 和循环 2020年 新年一时 全世界 面临一场 突如其来的 新冠病毒 对人类发出的战争 这些 既是 这种人传人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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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冠病毒呢 是 是在武汉 刚才还没开机 现在 最先呢 2020年 新年一时 全世界面临一场 突如其来的 新冠病毒 对人类发起的 战争 最先 既是 这个 即是 人传人的 这种 这种 这个 传播方式的 是在武汉 这是一场 我们大家都看得到的 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 遭遇战 武汉出现了 恐慌 接着 正面 面临着 春节返乡 回家的这种高峰 出现了 文 文 文风上膽 文声色变 这种混乱 有了 因为有了 非典经验考验的中国人 这个时候意识到 这是一场 人类和 气体的 不可抗拒的力量的 传染病的 严重性 于是 果断地采取了 封城 封城之举 对局务的 以局务的牺牲 换取更大的隔离 和更多人的安全 生命和健康的安全 对此 在台湾的蔡英文当局 反应非常及时 马上就采取了断航 采取了断航 采取了断航措施 采取了断航 美国基地 接着美国 川普总统也宣布 迁谈和中国这个 这个断航 迁谈到中国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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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那个 人缘交流 防止这个中国病毒 就是提出来 防止把这个定义 定义为中国病毒 传入美国 武汉病毒 把这个 这个 所以呢 这个一种 带于一种种族歧视 这一种色彩的 这一种 一种 一种那个什么 还发生一种 幸灾乐祸的一种 一种声音 希望呢 那个 那个 由于中国的疫情呢 能够一些企业呢 美国的企业呢 能够回到 美国呢 重新投资 这个 重振美国经济 这个时候 在这个时候呢 中国人民呢 展示出了 他的善良 镇定 万众一心 一方有难 八方资源的一种 刚毅 和勇于牺牲的精神 十天可以建设一种 火山山医院 各省市 派出 及时派出自己的 最好的医疗队 奔赴武汉 这个 抢救这个 抢救这个 病患者 没有嫌弃任何一个人 这就是 武汉精神 武汉抗疫的精神 而这段时间 美国 关心的是 选情和股票 所以呢 美国人民呢 美国人民呢 在这个时候忽略了 轻视了 轻敌了 认为美国不会发生 这种的 新冠病毒 所以呢 造成了今天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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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耽误 这个 这个 就是 在这个准备上的 措手不及 出现了现在的情况 而且 现在呢 现在仍然很多人 对这个 这个政府的采取 这个行动呢 不理解 不理解 然后呢 就产生了底座 包括封城措施的 要反抗 拿着武器 在街头上 采取 那个 要搞这个 搞这个 反抗 这个封城 这个措施 所以呢 这种现象呢 而特朗普总统呢 对这种行为呢 还是表示支持 也许是为了选票 也许是为了 自己的这种 有不一样的见解 但是 我们希望 特朗普总统 能够尊重 各地方的 政府的法令 因为这是 我们 美国是一种 联邦制国家 联邦制呢 就中央呢 有中央的 对外的权利 对内的话 就要尊重 各个州 各个州 各个省 各个省 特朗普总统 做出的 state government 做出的 一个决定 这是 这是我 作为 美国 这个 马里兰州 蒙古南郡的市民 应该 给国家的 一个负责任的提醒 希望 总统先生 放下架子来 听听老百姓的声音 听听美国人民的声音 听听科学的声音 因为从 现在呢 各个国家 不仅是中国 韩国 日本 台湾 欧洲 也好 大家都 行之有效的 是封城 封城就是 居家里 就是在家里啊 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接触 避免人与人之间的感染 所以呢 我们应该尊重科学 尊重人民 尊重这个 呃 事实 我们要讲 敢于讲真话 所以说呢 敢于挑战这个 这个 挑战总统 挑战政府 这个就是 呃 这是我拜登 这个说的一句话 只有在自由的地方呢 像在美国这个地方呢 才能够 呃 有创新 还有有敢于 啊 这种挑战 嗯 另外呢 尽管呢 现在的美国一些少数人 包括我们的总统啊 不断的甩锅和推卸责任 不断的给这个 呃 这个 中国呀 还有一些其他国家呢 提出一些啊 让这赔偿的一些 一些诉求 但是呢 我们要 想到美国当年呢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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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灾 防灾 两难形毕之后 还有金融危机 美国带给全世界的灾难 各个国家有没有向美国来索赔啊 美国有没有担当起这个赔偿的责任呢 啊 所以 不要以大欺小 以强凌弱 这是我们希望这个世界大家都是平等的啊 应该 不应该有这样的形象啊 给留给就是把美国的形象 把美国的形象呢 原来是个负责任的大国啊 从联合国联合国成立 1945年以来啊 啊 全世界都看着美国呢 是一个是一个超级大国 另外呢 有大国的担当啊 这种呢 担当不起的一个责任呢 就感觉到啊 我们这个群龙无首 这个社会的这个世界 失去的一个秩序 就会出现混乱 比如说啊 再把联合国搞砸了 再把不承认联合国社会组织的这个领导 不承认联合国这个组织的这个活动 那整个联合国秩序就没有了 联合国秩序就没有了 这个世界的秩序就重新就打乱了 啊 所以说呢 在困难面前我们要镇定 因为困难是暂时的 困难过去之后 大家还要维持这个秩序 现在的封城的秩序 秩序呢 是临时的 所以我们大家要配合这种应对战争 应对这个世界大战 应对这个全世界的抗议这个斗争 我们采取一些非常的正 非常那个时期的非常政策 是完全合理的 嗯 嗯 混乱见真情啊 大家有比较呢就能有鉴别 啊 同时呢 也能看出啊 在混乱当中呢 啊 哪个国家哪个国家哪些人做出的啊大爱啊和奉献啊 啊 我们也不会忘记 嗯 那些虚伪的 有些虚伪我们也看到了一些虚伪的别具用心的人 居心险恶的人 比如说蔡英文和台湾地区啊 啊 这个就采取两种正确 两两种截然不同的这个这个这个方式 对待对待对待中国这个大陆啊就采取了一种歧视啊呃 嗯 这是一个总体 为单位的一个成员会员国的 台湾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啊 台湾呃这个台湾这个政府呢啊 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是个民间代表啊 这个定位是在那么后面我们下一步紧接着说啊 这个是蔡英文政府就组织网军来攻击联合国组织造成了很坏的影响啊 并且造谣污蔑给自己啊 明天自己是呃 这个从个从大陆来拿拿到的一些资料来啊 啊结果呢把大陆呢就是拿那个大大陆的资料来谎报军情 林川人 结果啊弄成个飞驴飞马的东西 这个就是罚众取宠啊 孤名教育 所以我们看到了台湾这个这个这个陈时中啊这种丑恶 嗯 另外呢呃 这个围剿大陆 这个美国的以美美国为首的这个围剿大陆 围剿中国这个这个 这个污蔑大陆这个是呃 呃中国中国疫情这个东西 我们觉得都是一种啊 带有歧视性的暴力的很粗暴的一个态度 很这个 这个另外呢 这个这个蔡英文呢就见这个这个东西呢 这个东西呢叫胡驾胡威啊 胡驾胡威是什么呢 啊 她说你这个你看我多厉害跟在美 所以呢 把一个一个小一个一个一个台湾地区 就可以挑战整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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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中国啊 啊 啊 站在这个这个那个反对中国啊 啊 抗击中国这个这个这个啊 第一线 而 美国的呃 呃 川普总统和彭斯总统呢 呢 因为某些利益的想法 正和和他反中和那个什么这个这个 这个利益的想法 不谋不谋而合 所以呢 就落入了蔡英文啊 啊 这个这个 这个蔡英文这个囚图陷阱的陷阱 的陷阱 落入了他的圈套 啊 一意谋独 一意抗中这个圈套 所以呢 我们提醒美国共和党 美国民主党 不要上了台湾蔡英文的档啊 把美国人民的利益啊 和这个 把他绑架在蔡英文这一小撮 台独和独台 和港独啊 这些一小撮 人的利益啊 就反中的人的利益上 使美国人民和 误导美国人民 误导世界啊 舆论啊 这个东西 实践时将来会检验这些 检验这些你们的所作所为 今天所作所为的 这个唯一标准 中国有个故事 叫做 仔细中山郎得志便猖狂 啊 这个台湾的蔡英文呢 就是我们 中国人说的 中山郎 啊 中山郎 这是一个故事啊 啊 就是 也是个语言 就是说呢 这个呢 这个呢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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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赵剑子的人 在中山打猎 他有一只狼呢 正在被别人狩猎围堵的时候呢 他装得很可怜 啊 啊 然后请求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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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打猎的猎人呢 要保护他 这个猎人呢 就是姓赵 叫赵剑子 然后呢 就把他保护起来了 啊 人家追赶他的人呢 杀他的人呢 就 就 就转移视线了 但是那些人走了以后 危险过去以后呢 这个狼露出了他的帮恩福役的面目 他就要吃掉这个 啊 吃掉这个 吃掉这个 赵这个 这个猎人 姓赵的猎人 啊 这个典故呢 就是说 我们绝不要可怜 蛇一样 这个豺狼一样的 这个 这个坏人 啊 就还有一个故事 这个 农福役蛇的故事 这个 这个 天很冷的说 那个 这个 这个蛇冻僵了 然后呢 有个农福呢 就把他的蛇呢 啊 踩在怀里 当他 在当那个蛇 暖呼 就是 苏醒过来的时候呢 他反过来 要咬了这个 咬了这个 这个 这个农福一口 啊 农福在临死的时候说呢 他很后悔 他救了这个 啊 毒蛇 我们希望美国 美国总统啊 啊 要认清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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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英文这种毒蛇的真面目 要认清 蔡英文这种 光安福一种 才狼那种真面目 因为 他对待 呃 对待 对待 俗人 对待 赖清德也好 对待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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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商在大陆的投资商人也好 对待他的政敌 这个 这个 马云九也好 对待这个 台湾这个 这个 主张统一的人也好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说 他就是一个 啊 一个化成美女的蛇 啊 是一个 新庚首都的 中山郎 啊 我们 这是一个故事了 我们希望从这个故事当中啊 能够引起美国人民和美国政府 美国党啊 啊 的一些重视啊 啊 我们今天以 中华民主共和党的这个 这个 这个身份啊 提醒美国 人民 美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 也是聪明的人民 但是 总是有一些 小人 卑鄙的小人 啊 利用这个美国 这个这个 这种 这种老大这种 反中的情绪啊 啊 或者那种心底啊 不心底不平衡 那种情绪 调动这个啊 啊 国家与国家 调动什么呢 调动美国与中国的对抗 这个对抗 对谁有利呢 对台湾独立有利 对台独啊 在这个这个 这个台独 实现台独有利 所以呢 啊 所以呢 我们因为这个台湾的独立 啊 就是 就是 就是模糊了自己的世界 清醒的头脑 使自己的头脑 发生了一些 这个 发生了这个这个 这个错觉 误判 就产生了误判 为什么我们说啊 一个一个法治国家 的美国 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误判呢 我们以事实来说明 这个台湾关系法 啊 美国的一中政策 就是说明中国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也就是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三个联合公报就说明这个台湾关系法呢台美国与台湾关系法叫做非官方的关系就承认台湾不是政府不是官方的机构是非民就是台湾国民党的代表啊这个那个蒋介石的代表啊不是政府的代表啊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那时候不时签订这个 前提这个 这个 这个 cinco岛关系法的时候 这个定位要搞清楚 我们今天呢 走着走着把自己定位就搞糊润了 以为她 台湾政府啊 提台湾当局 所以呢 蔡英文说什么 台湾说 中华民国 kidding 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我们就以为她是 exempel 呃 以为她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其实我们上了当了 林肯说 这个蔡英文这样的人可以一时欺骗所有的人 也可以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 这说明什么 因为真理是事实在里摆的 我们主张讲真话 到底中华民国台湾是什么东西 我们跟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我们已经在讨论了几天 我希望美国政府总是有学法律的人 而台湾我们把事实的经过跟大家讲清楚 1945年 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的总统叫蒋介石 蒋中正 蒋中正要参加罗斯福邀请他参加联合国现场签字一试 希望他能够有中共代表 中共政权的代表 于是有十个人 蒋介石 蒋中正就组织了十个人的代表团 包括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的代表 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区就是毛泽东 周恩来这些人 委托董必武来做这件事 董必武在这个大会上承认说中华民国就是代表中国的国号 就是代表中国的国家主权的形象 这一点呢是历史 这是第一点 就是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宪法上的地位就是 就是中国 我们从英文的注册来说 说得更准确一点 英文的单词叫做Republic of China 那个Republic是定语 Republic是共和制 因为中华民国是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制的国家 Republic的词根是Public Public就是人民的事业 那么Republic这个事业就不断给人民多做 多做好事多做善事 多为人民的利益 谋福利 这个叫做共和国 共和制 共和制是针对君主制 就皇帝针对皇帝君主是为君主服务的 就共和制是为人民服务的 为公共事业服务的 所以说呢 这是两个不同的老板 所以呢 但是Republic的词根是什么 是说明中国的 所以中华民国 本制是蔡兰 就定语 是这个体制 就结构 是共和国的结构 是共和制 三权分裂 五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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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什么 和这个汉本回藏苗 为一国 和汉本回藏苗 为各民族 为一族 叫做 为民族 叫中华民族 为这个汉本回藏苗 租地 为一地 叫中华民国 这是领土嘛 这是两个定义 这中华民国的定义 我们先搞清楚 所以蔡允文讲了中华民国台湾 中华民国台湾 这个台湾是一个一个怎么来的呢 台湾是1945年中华民国根据开拓协议 国际法的协议 征服了日本 日本在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 把日本原来占有中国 台湾这个澎湖 还有这个地区 这个土地 还给中国 中华民国政府 当时中华民国的接收的大员叫陈诚 所以呢 经过这个历史呢 就是征服的过程 是中华民国征服台湾的过程 Province就是这么来的 1945年12月成立 这个10月25日 台湾就回到了中华民国的手里 12月 这个国民 就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这个行政党官正式履行 管理台湾和治理台湾的工作 那么后来 一直到19 发生变化的是什么时间呢 发生变化的时间是1971年 1949年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宣言是什么呢 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 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上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 但是当时是由于共产党的这个法律数字啊 法律修养啊 这个理论水平还有还不够啊 就包括董毕武最高的就是董毕武先生 还没有能够认识这个国家的继承 国际法当中的国家这个继承和政府的继承有什么不同 这个时候就听取了一个叫鸿门大佬 叫司徒美登 就美国的一个司徒 一个一个爱国的团体 就是大陆的这个志工党 志工党这个叫做他的前身 就叫司徒美登 这个叫做主席叫司徒美登 就像我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个孙中山说华侨是中国革命之母 毛泽东也很重视华侨 特别是重视在美国的华侨 因为美国在这个法治建设方面 是走在中国前面的 所以呢 那个司徒美登说 我们不能和蒋介石 这个政府民国的时候那个政府一样 所以就把这个 原来的定义呢 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库湖简称中华民国 这个简称给去掉了 这个呢 这一去造了很多的麻烦 就制造了麻烦 给中国这个国家的统一 和国家的认同呢 就制造了很多麻烦 存在来的 中国有个这个叫名正言顺 名不正的言不顺 言不顺的事不顺 事不顺的 心不服 心不服 都事不顺 所以说 这个 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是另外一个国家 是就是中华民国 因为没有废除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没有废除之前 你不能成立另外一个国家 而是推翻了蒋介石的代表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 这个时候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就是这个公司还在 他的总经理换了 所以我们这样的理解呢 他的他的国民公司的民啊 这个固定资产啊 还都在对吧 所以说呢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把这个啊 这个这是一个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法律上来讲 这是不同的概念 就有不同的属性 这个属性不同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 是同一个国家概念 同一个中国中国概念 这个是谁来确定呢 是由法律 由宪法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由全国国中华民国的国民大会 由联合国的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宪章来决定的 所以说后来我们现在下一步来说 蔡英文这个 蔡英文这种 自称是法律 法律博士 其实是造假 他的文凭和论文都是造假 从这个论文这个这个题目 这个啊 命题的提出 就是个假命题 美命题 就没有一点点博士水准 没有法律的水准 所以蔡英文是个假博士 他原来在台湾丢脸 还还还不算什么 现在请特朗普总统 请佩利斯这个议长 请 陈佩奥 啊 国务卿 请这个这个美国国际战略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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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学者 法律专家法律学者来鉴定一下 他这个命题是不是自相矛盾的一个命题 他又说因为这个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概念 是大联合国这个国家概念 但中华民国不是不是由台湾来代表的 台湾没有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利 蒋介石也没有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利 这个是谁给他博弄的 这个代表权是在2758号决议 联合国26届联大联大会议上有这个是决定代表权的变更 这个代表权的变更 国家的变更是哪一个部门 国家的变更 是会员国的变更 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这个程序 是两个不同的程序 就像你注销一个公司 他就必须要走工商局这个程序 所以你要注销中华民国这个国际国号 注销中华民国这个国家主体 就要通过联合国安理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会之一 所以理事国没有一票就可以否决 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因为没有人争议 中华民国就是中国 也没有人否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民国 如果要否定可以提交联合国国际法庭 也可以提交这个属于解释2758号的决议 解释联合国宪章的一个权力在他 因为联合国宪章的中华民国 没有废除 没有取消 没有按照程序 没有取消的程序 所以法国民文规定不得处罚 就是没有权利 蒋介石也没有权利处罚中华民国 谁代表中华民国 因为他没有处罚国际法的权利 蒋介石已经 连代表中华民国的权利 已经在2758号决议 已经给否决了 就已经取消了他的法能资格 所以说这个定位是很明确的 就等于你这个家里 你从今原来这个家产是你的 后来你被变卖了 你破产了 这个家产已经不是你的了 所以蒋介石就是一个属于破产的 这个这个这个 旧房东 所以说这个在台湾的人呢 台湾的人呢 就是自上而下 从蒋介石 周苏凯 到现在呢 这个后面的那个李大为 还有这个这个马英九 陈水扁 还有这个李东辉 包括蒋经国 对这个中华民国的认识 是不到位的 是不知道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中华民国政府 这个这个政府不具有 台湾这个政府不具有代表中华民国的合法权利 政府要代表一个国家 需要有世界各国国家的承认 政府的承认和国家的承认是两回事 我们现在承认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没有承认中华民国台湾政府 台湾流亡政府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世界上没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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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形式 现在有这个几个十五个小国家 已经这十五个小国家是属于因为既得利益 从近他在别个国家没有发言 就是说他的发言和表态 不具有法律效应 你的承认不具有法律效应 法律效应是怎么 要做大会通过三分之二的多数 这个是条款 通过了才生生效 没有通过就没有生效 所以呢 没有通过中华民国台湾台北政府 是代表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没有 没有就不存在的东西 你就不能拿来当真的东西 假的东西 你把它说成真的 你哪怕是说的是再怎么样的天花乱坠 但假的就是假的 伪装必须剥去 这是我和 所以 所以呢 马英九 跟我这个通信 我跟马英九 有八年的这个通信来往 我跟陈水扁也有八年的通信来往 陈水扁呢 从2000年啊这个我跟李登辉呢也有这个啊 李登辉就提出两国论的时候我就跟他提出李六条还有国总纲领的时候我就给他写过信 那是我在香港啊 所以呢 李登辉就提出同心颜那个顾问呢 我就提出同心颜是同心通过这个是大员不是小员啊 就是包含 就是台湾和那个大陆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啊 李登辉是学农业的 我们就 至于他们其他的事 其他的呢 他是应用一些人来这个这个造假啊 李登辉也是造假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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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手啊 现在他这个名师出高途啊啊啊那么蔡英文这个就更高了啊啊 李呃陈水扁呢是台大人毕业呢就围了腿啊一边一国找出根据啊啊 那么他也造了很多假啊啊包括呃319强奸案啊所以呢这种东西包括现在台湾人呢 上梁不正底梁歪你大的是窃国小的呢就在搞诈骗商业诈骗 老百姓就搞这个商业诈骗 所以上年不正底梁歪台湾已经到了必须变革这个程度了 其实真正的台湾人呢大多数都是很 淳朴的我我我我到台湾看呢大多数是很淳朴的 但是一谈到政治一谈到利益 唯利是一谈到派别的政治正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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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马上一 另外一个神经啊另外一个表现呢就另外一个形象就展示出来了 小就是精诈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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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毒啊刻薄这个心态就表现出来了 我们再谈这个啊我们在这里呢 已经顺便谈了这个我们提出了十一条啊台湾反驳蔡英文那个这个这个 反驳蔡英文那个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第一个我们来讲为什么不是第一个中华民国从啊会员是那个 中华民国啊从来没有退出过啊作为原原始原创会员国从来没有退出过联合国 这第一个啊啊所以至今还在这个联合国二十三条 这个联合国二十三条名门名士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一个国国号和主权标志 啊国家主权的这个这个国家领土完整的一个整个这个形象 嗯 依然存在 微然不动 第二点 法无明门规定 不得处罚 没有没有任何法律 国际法 国际法 没有任何法律 说中华民国 被除了 中华民国 灭亡了 法律上没 你蒋介石讲没有用 要法律上讲啊 没有没有讲中华民国灭亡了这个这个法律 台湾实行的是中华民国的宪法 啊 所以说台湾的这个中华民国宪法没有亡 中华民国呢也在联合国也没有亡 啊中华民国在大陆呢也没有亡 在1982年这个宪法当中大陆的1982年宪法当中 名门规定前言名门规定 承认这个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的封建地质 创立了中华民国 承认中华民国存在 历史承认 但是说中华民国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 没有完成就说明它是还在继续 它的生命还没有停止 啊 这中华人民共同国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在国际法上和国内法上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人民共同国宪法就是中华民国的延续 只不过是领导的当家做主人呢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 还有共产党的执政党 作为执政党的领导 这是第二点 法国民文规定它存在 它的存在性 第三点 关键性 它的结构性 是决定它的结构的 它的证据结构是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 1971年2758号决议案 恢复中华 恢复按照根据联合国宪章 因为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解放区参加了联合国签字仪式 就是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 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 恢复两个字 就说明它原来就在 原来总比武的时候就在 第二个 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继承的 联合国宪章的 中华民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这句话原本没有这么说 因为就怕毁销了 毁销就是一个争民的问题 蒋介石的代表 他是中华民国代表团 中华民国代表团就是蒋介石的代表 但是联合国不承认他是讲中华民国的代表 因为蒋介石的代表 因为蒋介石的代表 容易混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 中华民国的代表 所以这个矛盾来说 非此即彼 不是你台湾中华民国的代表 那个不是真代表 是假代表 因为它只有一个省 它只有一个代表 台湾地区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整个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地区 所以说呢 这个代表性不同 代表人民代表的土地 代表的领土不同 代表了中华民国的领土的绝大部分 就是40比1的部分 所以你是要用1%来代表40% 还是用90%的人民来代表1%的人民呢 所以这个论 这个就是一个量与质的变化不同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政府 这是第五个 台湾不是中华民国的政府 台湾政府 这个政府不是官方政府 台湾当局不是官方政府 它是非官方组织的 这个定位是非官方组织 是定位为蒋介石的代表 是民间的组 蒋介石代表民间 台湾民间的地区的民间代表 是地方性组织 所以说呢 这个叫民间组织的代表 所以说定位 中华民国的定位 中华民国台湾的定位 是中华民国台湾省 Province 这个是台湾的定位 所以这个这个 这个 蔡英文呢 把台中华民国台湾 声称是中华民国台湾的 是个国家 错了 指路为马 本来是一个省 它要说成是一个国家 这个概念就是一个混淆概念 自我矛盾 自己自我膨胀 这个是用错概念的 所以它这个概念是完全的错误的概念 这个蔡英文的法律 法律概念 由此看来 蔡英文的法律概念 第一个不清楚 第二个是非常混淆 第三个 胡说八道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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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自己给自己呢 这个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给自己乱授权 这个职权法 这个你的权力是哪里来的 按照你中华民国宪法 你这个这个总统呢 总统权力必须来自中华民国宪法 这是一个法治国家的一般的强识 但是作为台湾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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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蔡英文和这个这个台湾这个这个历届这个明显的政府以来 他们的法律的来源 不是来自宪法 而是来自于自己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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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独的政党 这叛国党 来自叛国党 所以来自叛国党这个少数人 这个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政党 保护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政党 叫中国国民党 他没有自己没有这样的主动能力 和没有这样的理念 来保护中华民国的宪法 和保护中华民国这个这个这个历史的延续 文化的延续 这个党魂的延续 作为中华民国 现在这个中华民国 中国国民党 这是中国国民党的悲哀 和中国国民党的一个这个党性的一种丧失 所以马英九也好 李登辉时代就开始在挖这个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的墙角 在已经把中国国民党的党魂 资产党产慢慢的消耗殆尽被污染了 就像癌症细胞被癌细胞所侵蚀了 被这种这个新冠病毒给侵蚀了 第六个联合国大会 没有权力开开除和废除它的会员国 联合国大会 联合国有两个组织 一个叫做联合国大会 一个叫做联合国安理会 这是两个不同的组织 就像中国大陆的来说吧 中国大陆有两个决定成立最大的一个机关 一个是政治协商会议全国政协 全国政协 全国政协为什么说在1949年的时候 发挥了最大的作用 就成立了通过了共同纲领 这个共同纲领授权 中国共产党 作为执政党 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 代表中国 也就是代表中华民国 历史的延续 所以说它是一个权力机构 那么中国还有一个第二个紧接的一个权力机构 就是中国的权力机构 叫做最高的权力机构 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这个常务委员会 是一个常设的机构 权力机构 除了这两个机构以外 谁最大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最大 中国共产党它不是一个权力机构 中国共产党它是一个监督 监督中华人民共和国体的运作 监督各个政党法律的运作 它几个监督的执行作用 它还有通过决议的作用 所以它作为执政党 它并没有这个 就是说你说实在其实它真正的实权就没有 它应该实权 这个管理这个制定宪法 这个宪法的目的是什么 宪法定义了国务院就是政府 这个法律行政法决定了公务员 国务院的总理 还有国务院的各个部的部长 国务院的各级县市党地区政府的领导机构的决定权 工作权给他们授权的执权的范围 他们的权力是哪里来的 所有中国的公务员的权力都是从宪法中来的 而台湾那个从李登辉和陈绿扁 马英九 蔡英文这个权力从哪里来的 从他们总统的私人授权来 这个宪法和原来的这个法律的制定是第二 而是他们从人质来设置的 所以台湾总的来说这个民主是假民主 是一个是个反民主 真正是欺骗民主诈骗民主 所以说这个这是第六条第七条 台湾的法律学者啊 还真是对这个法律的解释 中华民国这个解释啊 还真是存在着很多的模糊空间 存在着法律的无知和误区 理解的误区 一种是故意的误区 另外一种呢 我们理解 我们从一个最好的方向来说 台湾的法律学者 对中华民国的理解不到位 对中华民国的理解不到位 为对中华民国的理解